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十万个为什么,开始了! 十万个为什么之,为什么会下冰雹? 小朋友,我们来回忆一下,从小到大,我们见过刮风,下雨,打雷,闪电,那有没有小朋友见过下冰雹呢? 那冰雹是怎么形成的呢?为什么会下冰雹呢?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! 冰雹啊,它是一种固态降水,就和雨、雪一样,它是从云里面掉下来的。 它是从发展强烈的基于云中降落到地面的坚硬的球块,锥撞或者形成不规则的固态的降水物。 不同地方的群众可以把冰雹称之为薄子、冰蛋、冷子等等。 常见的冰雹如斗粒大小,但是也有的会像鸡蛋那样,甚至更大的。 有时呢,它们是几个冰粒的融合体。 冰雹大多发生在四月到七月,暖空气逐渐活跃,冷空气活动仍然很频繁的时期。 那降冰雹呢,多出现在十四到十七点,持续的时间相对也比较短,一般是在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以内。 降冰雹常常呈带状分布,宽度通常只有一到两公里,很少超过几公里的。 一般来说,降冰雹的次数,山地多于平原,中纬度多于高纬度,内陆呢,多于沿海地区。 冰雹,它是由水滴、冰晶和雪花组成的,一般分为三层。 最下面的一层,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上,由水滴组成,那中间的温度呢,是零摄氏度到零下二十摄氏度。 由过冷却、水滴、冰晶和雪花组成。 最上面一层啊,温度在零下二十摄氏度以下,基本上就是由冰晶和雪花组成的了。 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见过冰雹呢? 当冰雹出现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能在室外多多逗留哦。